那有對圈內的感興趣過嗎 有啊 Jennie啊 Crystal這種 對啊 他們也是圈內的美 對啊 他們也是圈內的啊 喔 誰不超好 我比較屬於 安全保守派 比較實在一點 不會像電影裡面那麼的花巧 請你嫁給我好嗎 假如說我跟那個女生已經有 大概三四個月的聊天約會 對 我會在這三四個月內 透過跟她的相處 然後跟她身邊朋友的相處 來看說這個女生對我有沒有興趣 就在情況 氣氛對的情況下 我會說你有沒有跟我在一起這樣 我一定要有一百分之一千的確定 她要喜歡我才有辦法去跟她說她在一起 因為我是一個很重朋友的人 對 就是如果 因為我很怕就是假如說 我跟她認識了 那如果只是因為我單方面喜歡她 我跟她告白 然後她拒絕我 我覺得這個朋友很難當成 而且也怕傷害我自己 就是說 我努力那麼久還告白失敗 我在幹什麼東西啊 這樣 對 就也不用去做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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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 那你告白成了 三次 四次 四次 講過四人 我們每次來訪問你 都說現在有聊天的對象 有聊天的對象 那個對象到底成了 大概在過一個兩個月 沒有啦 真的有聊天的對象 真的有聊天的對象 我今天我就說 我就說過我如果有被拍到 我會絕對馬上很大方的承認 像我講的 我其實很喜歡兩個人在路上 牽手走路 然後不會去害怕別人的眼光 對 所以我的戀愛方式是這樣 能盡量不要拍到就拍到 因為我比較聊天的對象 是不是圈內的 所以就 怕造成別人的困擾 那有對圈內的感興趣過嗎 有啊 Janny啊 Crystal這種 對啊 她每次是圈內的美 對啊 她每次是圈內的啊 不知道是不是 就看起來很兇 但其實好像人很好 我覺得女生有這個 反差 反差很可愛 不是很可愛 很正 那瑤瑤感覺不像是 你會喜歡的類似 她比較可愛 對 瑤瑤比較可愛一點 但瑤瑤就是 她還把我當弟弟 我會把她當姐姐 就是我目前合作過的女演員 好像都是比較偏姐姐 然後他們也都把我當弟弟在看待 但因為我可能從小就比較習慣 跟女生相處 所以女生都會真的把我當好朋友 買給女朋友最貴的東西 就是一些項鍊啊 電腦啊什麼的 我其實送禮物 就一年送一次大禮 就是我送禮物的方式 不是給女生驚喜 我是會問女生想要什麼 雖然說很多女生喜歡驚喜 但我覺得驚喜完了之後 她到底對這個禮物 到底有沒有實用性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就希望說 你弄完 你弄這個東西可以 弄得很久 很長久 可以慢慢地使用它 對 我不希望是送到 當下 哇 謝謝妳好開心喔 但這要怎麼用 對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你是使用牌 對 使用牌 你是閃婚的類型嗎 如果 我宣布我買房之後 我不可能會閃婚 因為我的人生目標 一定要買房之後才有辦法結婚 但現在還沒有買房 所以絕對不可能閃婚 當然希望可以30歲左右 你那是有想要有小孩的人嗎 我會啊 超想要小孩 就是想要一個完美的家庭 因為我媽也是30歲生活的 我覺得這個時間也剛好 就是 在小孩子出社會的時候 你還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可以陪小孩子一起長大 但就是要在 要在 所有東西都在 都建立好的情況下 因為我覺得 一起賺錢真的太辛苦了 也不是說養老婆 但我覺得 因為 到頭來 愛情還是會被金錢打倒 就是我希望還是可以 不要有這個顧慮在